戴安娜女爵 她是整个世界都为之着迷 深感好奇 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 疑惑的那位王妃 就像狗仔队拍下她 带着两只手表照片的那一天 众人唯一想到的就是 为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 1981年 查尔斯王子和20岁的戴安娜订婚了 这位即将步入礼堂的新娘 经常与她未来的新郎 一起出席各个活动 其中一次是查尔斯所参加的 温莎马球比赛 戴安娜站在场边 热情地为她的未婚服加油 这时相机捕捉到了一个 有趣的小细节 史冰赛女爵的一只手腕上 戴了两只手表 小额精致的那一只 有着细细的金表带 比较大的那只 有着皮质表带 以下揣测很快的就随之而来了 一 戴安娜决定带领一种新的潮流 嘿 这也不会是唯一的一次啦 二 也许她需要密切注意另一个 时区发生的事 嗯 是什么呢 三 这位未来的王妃只是出了点问题 为什么 所有的理论都证实是错的 真正的原因是还蛮卧心的哦 她是将查尔斯的手表和自己的一起戴上 好支持她的另一半 并祝她比赛顺利 其实呢 查尔斯和戴安娜就是在类似的竞赛环境中初次见面的 只不过当时查尔斯是被邀请到使兵赛家族的家中打猎 这两个家族一直都很亲近 戴安娜的祖母曾是太后的女侍从 太后就是查尔斯的曾祖母 中间隔着的是伊丽莎白二世 就如戴安娜光为人知的说法 这两个人有点像是在离好的田中相遇了 而四年之后她就站在马球场旁 为她当时的未婚妇加油打气 更酷的是 这种带两只表的行为是源自于中世纪的传统哦 几个世纪之前 女士们会将手帕绑在骑士的头盔或长帽上 好在决斗前祝她好运 手帕能够提醒骑士 她在竞赛中是为何而战 就是要为心爱之人赢得胜利啊 当时的手帕被视为爱情的象征 戴安娜女爵很喜欢传统 但她也喜欢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尤其是与她心爱的物品有关的时候 另一个例子是在这对新婚夫妇的婚礼上 依照流传的习俗 年轻的史冰赛女爵必须穿戴借来的物品 但是戴安娜却拒绝戴上女王所提供的情人节皇冠 她反而从史冰赛伯爵那里选了她家族的皇冠 这可能违反了皇室的礼仪 但是对戴安娜而言 遵循自己家族的传统也很重要 在她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的史冰赛家族女士 都会戴上这一种皇冠 戴安娜女爵不止一次戴上这个饰品 她在正式活动中会戴上 常常比皇家的皇冠更深得踏心 之后史冰赛家族的皇冠就再也没有被任何人戴过了 你可能会以为王妃会有整个系列的皇冠收藏 但戴安娜一生之中只戴过这两个 两者都可追溯到很久以前 史冰赛皇冠于1919年被定制出来 而皇室家族的那一顶则是1913年的时候 由玛丽皇后要求定制的 但是戴安娜对首饰确实别具巧思 像是她会把沙吾帝王室所送的蓝宝石项链 当作头饰佩戴哦 她喜欢改变规则 以别种方式开创新的潮流 例如皇室家族的女人都被要求得穿丝袜 戴安娜则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她会穿不同颜色的丝袜 来搭配自己的服装 这对君王来说是蛮令人震惊的 即使她后来身为皇室的女性成员 也拒绝戴上手套 戴安娜的原因为何呢 因为她想与人们握手感受他们的接触 毕竟她是人民的王妃啊 这位人们心中的女王 也可以多年来都常常戴同一件饰品 是1982年长子威廉出生的那一天 查尔斯所送给她的项链 这条项链由金子打造成 并刻有未来王位继承人的名字 对戴安娜来说 同样重要的就是禁婚戒指了 这也为皇室家族掀起了另一阵破烂 那是一枚蓝宝石家钻石的戒指 当然适合未来的王妃啦 有问题吗 这是查尔斯让她自己从一本目录中挑选的 她甚至没有把戒指拿去量身打造 只是按照本来的样子订购下来 很明显的这是平民的方式 但戴安娜很喜欢她的戒指 而这就足够啦 多年后她的儿子都得到了一些她的物品 以用来纪念她 哈利王子得到了她的订婚戒指 而威廉则拿到她的卡蒂亚金表 但是当威廉决定向她未来的妻子 也就是见巧公爵夫人凯撒林求婚时 哈利就把戒指给了她的哥哥 直到现在公爵夫人还是戴着这一枚戒指呢 不过就让我们回到1981年那开心的一天吧 那时年轻的戴安娜还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她 当时在一只手腕戴上两只表 就是她的幸运服 而她未来的丈夫则是她的整个世界 这位年轻的贵族 希望她与查尔斯的婚姻能够成功 而在几个月后的婚礼上 她希望借着将一枚金色马蹄铁缝到礼服上 以带来更多的好运 这段婚姻也许并没有维持下去 但是那场婚礼仍是史上最多人观看的 它被称为世纪婚礼 共吸引了7.5亿人观看 而这还是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吧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帮这支影片按赞 并朋友分享 这里还有其他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要按下左边或是右边的影片 就能够持续锁定两生活频道咯 就能够带来说 就能够带来说 这是十分钟的视频 hus